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隻定製刀 這是熊羽石刀場的定製刀 定製刀就是它沒有在石墓上的 通常是這個 顧客 他有他的規格 照他的規格去做 有的是 顧客喜歡你這個模型的刀 設計有點問題 模型的刀 以那型的刀 作為雞刀 在上面做修改 或者是增加 他要的廣告的質量 這隻刀它是定製成珠寶刀 珠寶刀在一般刀上來講 都沒辦法做 因為珠寶比較昂貴 所以大量製造成本非常驚人 而且一般刀場的刀通常都是上千隻 有的比較大的刀場大概有三千隻 有沒有一萬隻的 也有 也有做到三萬五萬的 早期的 這是一般常見的刀 這是定製刀 它是 珠寶刀 綠松石的珠寶刀 所謂的刀場是沒有在做的 所以這一部分 拿到外面做珠寶的 或者是說有在做這種 香片的 香籤的刀場 在做 這種都是手工 而且很精細 一般刀場是沒有人在做這個 這隻就是綠松石 綠松石是一種半寶石 綠松石不是 它叫綠松石 它就是綠色 綠松石有很多種顏色 看這個石頭裡面含的這種 嚴肅的成本來講 像銅的話 那也就是變成藍色 那假如是鐵的話 它就變綠色 它也有半藍半綠 以這隻刀來講 它總共有香十八片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九 香十八片 它裡面像這一面的話 你看它這個綠松石 我看一下 它就有四種 四種不一樣 它有的有紋路 有的沒有紋路 有的就有統一的顏色 你看它最這一面的 這個是很綠色 這個水藍色 這個東西比較天藍色 還有黑色的 它這總共三色 就夾一個黑色 兩色夾一個黑色 這也是兩色夾一個黑色 這個黑色就是黑曜石 黑曜石 黑曜石 就是黑色的 會亮 會閃亮 因為它會閃亮 所以 後光以後它很亮 這就叫黑曜石 黑曜石 那這個白色的 這個就是珍珠膜 它這個珍珠膜蠻厚的 一般來講珍珠膜 通常大概2米0 2米0 0.2公分 它這個大概到 這個 有一支齒 這個跑到來 它這個大概就叫 四 蠻厚的 那這個 它這個就叫 乾隆母刀身 乾隆母刀身 這個是也是 那個 薄皮刀的一種 薄皮刀的一種 這個刀 那這邊 向下彎折 所以 刀可以卡得很緊 它這個沒有穿繩孔 沒有穿繩孔 沒有穿繩孔的刀 可以被自己去做一個穿繩孔 那可以的 那沒有問題的 那你 你要去鑽孔 要用這個 物鋼 鑽頭來鑽 好 那這個 這個鑫 它是一種 在美國的話 它是印第安的 印第安人他們的公寓 在做這種鑫 那這個 它這個 是手工的 手工有一個特色 就是手工有不完美 手工跟機械做的不一樣 機械的話 它通常都要調整 調整然後做 就做下去 所以在調整過程中 做了都會變成這個 不良品 都要丟掉 那調整好以後 做出來都會 品質會很整齊 現在很多用這種 數值控制機來做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個立中使探 它在跟刀根接觸的地方 有時候不會很密 通常這種情形它會補土 這種鑲嵌藝術就是這樣 你不可能去鑲得正好滿滿的 因為有時候是形狀 貼得沒有很緊的 它就必須要去補 補了以後再刨 刨有時候看不太出來 這一個在基本上來講 它這個算滿 你看 我們拍照片的時候 我會再給它掌握 讓我去看看這個還算 它這個 這個丙的話 在前面跟後面這兩段 都是這種聚合目 它有 這不是彩色 它有一些顏色 有一些顏色 綠色跟明黃色 跟紅色 這個紅和色 所以它這個 看起來這個顏色很討喜 這個是這個 它這個刀 你看它這個刀在 拋光過 所以 一般來講 它這個刀表面上 多少都有一些 一些擦痕 擦痕 因為你這個 定製 它其實說是在 定製到刀場裡面 它還是跟外面的 個人工作室的定製刀是不太一樣 因為刀場它 基本上一定都是大量的 所以它還是會讓這個刀劈 在線上這樣一堆這樣刨 所以它上面都會有 碰撞 那這個大概 碰撞的點大概比較少 比較少 在這邊是熊伊德島場的刀根 刀根 USA 這個是 USA 是 2003年的 2003年的 然後就定製刀 2003年的 就定製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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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刀 不曉得 立不立不立 這沒有 那 我這樣大概 稍微立 我們有講過 你要在很立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皮布袋 皮布袋是當 當然磨很立 以後再用皮布袋 再讓它更立 把它刀整平 整直 然後讓它那個 這個刀影線更細 更細 這個時候它就會很立 你看它這個 前方是尖的 所以它這個大概 這個 聽聲音就知道 這個 刀是立不立 這樣只要爆炸 其實你沒有必要去割指 這個刀就這樣 你只要看它長得像刀就可以 那不要前面 這個 斷掉 因為刀 掉在地上的時候 前面一定斷掉 因為它前面是尖的 是尖的 然後這個 有這個 這個 重力加速度 現在 現在的地面 通常都是磨獅子 磨獅子 然後它就 比這個鋼還硬 所以這鋼噴到石頭 它就要折斷 就要折斷 這個沒辦法 反而比較軟的 它 掉到 這個地面上 它不會折斷 因為它比較軟 它有那種韌性 韌性 這個 現在它這個表面 現在是 等於是說 斷光 斷光 表面上都沒有字 所以乾隆骨刀身 它這個乾隆骨刀身 就是說你這個刀的 刀根 跟手柄 的形狀是一致的 一致 所以這種刀的話 它的結構上 比較強 但並不是它是 一定要這樣才是最強的 像五四刀 它就不是乾隆五刀身 五四刀 但是五四刀 它是一個 結構很強的刀具 而且它因為它有弧狀 所以它就在揮砍的時候 這個速度和這個結斷的 那個槓梗眼裡 可以把這個東西 這個很乾淨俐落的把它結斷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立松石的定製刀 就是這個樣 好 這個刀型是在早年 比較經典的刀型 它是很受歡迎的刀型 這個 大概看不太清楚 因為底下有這個東西 好 這樣就比較清楚 好 我們再講 它這個盒子已經丟掉了 我在講 通常我們都沒有盒子 好 那這個皮套 這是美國做的皮套 沒有熊魚子的標章 好 我們有時候這個皮套 它怎麼樣 我們看不再出來 看不再出來 但是你內行的 是看得出來 它這個皮套 來容其慢 皮套有沒有修理過 這個皮套 我們給它摸 它這邊硬硬的 這個就是它裡面有上過膠 上過膠 為什麼要上膠 它可能是要修理 然後你就給它看 看這邊 這邊有凹土 這邊有一條線 一條線 看不太清楚 因為它這個顏色都很接近 這個就是這個皮套被刀刺破 然後它把它修理過 修理過 所以這個 現在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一直講 這個刀要入套的時候 要這樣滑進去 你這樣滑進去 假如你不是滑進去 你是用這樣刺進去 那你就不會 不會沿著這個皮套 皮套的這個中心 你就會有一個角度 有一個角度的話 就是說你這個刀在裡面的時候 你沒有在它的空間走 就會去擦 擦到皮 所以它這個東西 它是在這個地方刺穿 刺穿 然後再修理 所以這邊變硬 因為那個 你用那個 epoxy 就是說樹脂膠的話 它會變硬 樹脂膠會變硬 那樹脂膠你表面那種有 它會變硬 所以它這個也有修果 但你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 你現在晃也沒有問題 晃也沒有問題 晃晃晃 晃晃晃 那插晃晃 所以 很多 好的刀照 他這個 不懂 怎麼這個 鑑出刀俏 的人 好像有點粗魯 就容易把這個皮套 受傷 讓皮套受傷 好 那這個是皮套 它這邊有上膠油 上膠油 這個其實它已經 給收藏家都已經 整理過了 你看它這個都有 打這個重練劑 所以它表面是平滑的 沒有毛毛的 這裡面也是 摸就知道 摸就知道 你看 這裡面 看就是這樣 當然這個 我剛才講2003年到現在 17年 17年 你每天這樣拿 不是每天 你偶爾拿出來 看看 它也會有壓痕 而且 你刀劍出的話 都會有壓痕 因為皮是軟的 皮是軟的 皮是軟的 你知道那個糖尿病的人 你壓下去它 它會平衡者 然後才慢慢會有嚴重 皮是軟的 所以這邊稍微有一點壓痕 你看 一定會有壓痕 你只要刀路翹就會有壓痕 所以 你不要想說 我這個皮套要晃了20年 還是新的 都沒有用過一樣 那可以啊 刀子買來的時候 就把皮套封起來 裡面 抽乾淨 變真空 封起來你可以放20年 再打開 所以 一般來講 這皮套 它這個肉要正常使用 在收藏的人 它也是正常使用 在看 所以這支刀 蠻不錯的定製刀 這一般來講 大概有時候250塊美金 起跳 不止 定製刀 兩個時候很便宜的定製刀 因為它這個大量製作 而且它的這個圖案 比較單純 有很複雜的圖案 可能要2000塊美金 那一般來講 定製刀大概要400塊以上 400塊以上 才能算定製刀 有的人講要600塊 400塊不夠看 400塊是普通的定製刀 比較簡單的 這個導彈 因為它是一個大量製作 所以它的價格 比較低一點 我跟你講 它200多塊 這樣 大概就這樣 好 那麼 我這邊有一個 因為它這皮套 我現在講 它有一個皮套 看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皮套 這個是 這個叫 Cutter Co 那個 刀場 這個刀場已經不在 已經關門了 以前是很出名的一個刀場 這個東西一直沒有賣 沒有賣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 都沒有用過 但是 很糟糕的 就是它這個 久了以後 在這個 轉角的地方裂開 這就是物理的裂痕 物理的裂痕 那它有 又給它上這個膠 上這個膠 這個膠 那個 樹脂膠 有時候它氧化 它會變白色 這樣就處理過 那 為什麼這支刀 這個皮套 我要在這邊講 我就想把這個皮套 一定要送走 這皮套 是一個很好的皮套 你看 而且很適合這支刀場 熊魚子刀場 它這種皮套 這皮套是比較陽春型的 但是它陽春型它的結構什麼都有 它有這種保護的邊條 邊條 所以你看看 它這個邊條 就是有邊條 邊條來講 應該它這個 不會把弧線割斷 但是它把這個地方戳破 所以就是說它沒有往兩邊 它是往上面 所以就是說你這個刀線機的時候 只要你遇到阻礙的時候 你就不能硬給它塞 因為遇到阻礙的時候 你就要看角度 那是不是歪掉 然後再退 那你只要硬給它塞的話 它就會刺破 我也有那種很大的 這個 十七八吋的刀 在皮套 被刺破 應該是一個紀念刀 紀念刀 也是 大概一百五十塊 兩百塊的紀念刀 那個很大的那種獵刀 六刀 好像導入四十九的那種六刀 再看一下 其實我沒有講 你也看不太出來 看不太出來 只藉著這個地方 摸起來硬硬的 硬硬的 它這個已經處理過了 所以 你摸起來硬硬的 但是沒有差別 你看它這個 還是可以這樣擦 對沒有問題 你只要拼著晃的話 它是可以擦 這個就是說 你買了這次刀的話 你可以拿到兩個皮套 這兩個皮套都有瑕疵 但是都是美國做的皮套 很棒的皮套 你看這個 從沒有生鏽 那這個 這個是 應該是 可能不鏽鋼 不鏽鋼的 這個 它的這個 電口 電口 它這種 皮套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 它裡面有一個 塑膠 內套 你看 你看 裡面有一個塑膠內套 你看白色的 那個就是塑膠內套 皮套裡面也有塑膠內套 所以它這個刀就可以直接進去 那一般的 像這種皮套的話 我們通常都不鏽鋼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皮套是一個活的東西 它已經死掉了 這個從牛身上起下來已經死掉 但是 它還會呼吸 它會吸空氣中的水分 所以它 像台灣 超市的話 它多少會吸一點水分進去 那你這個刀在裡面 它通常是受硬力夾住 夾住的話 水分跟這個刀接觸久了以後 它就會 產生電池 這電位 電位差 它這個電池效應 它就會生鏽 生鏽 就是水分跟二氧化碳 它就會跟這個鋼 裡面的鐵 鐵的元素 產生作用 它就會產生三氧化 是鐵的鐵鏽 鐵鏽 它就會侵蝕到這個鋼 所以 一般來講 刀是不進皮套 因為皮套是一個攜帶的工具 攜帶的工具 那刀不進皮套 你要攜帶的時候 刀才進皮套 那你在家裡的時候 通常 分開來放 刀要進塑膠套 或者是紙套 它才不會生鏽 因為塑膠它不會吸水 塑膠不會吸水 不會吸很多水 我們一般是講這個紙板 紙板來做的刀套 紙板它有 有實紋的成分 它不是一般的 你什麼 那種紙 好 那麼這支刀 兩個套 這個利松子定製刀 我們就在這裡 謝謝你的收看 這刀 你假如都沒有的話 你收藏一支可以 抵十支 抵十支 因為利松子它就是一種珠寶刀 這支刀上面有了這些半寶石 跟珍珠 因為珍珠就是珠寶 然後珠啊 珠寶 那這種半寶石叫寶石 所以就這種 不管你珍珠母還是什麼石頭 它都叫珠寶刀 所以這個就不是一般的刀 這就屬於珠寶類 所以它的價格當然不可能拼 現在一般來講 這種香 這種香籤的工藝的刀 通常都是三四百塊 賣到一千多塊都有 當然那個就比較複雜 好像有的銀刀 銀刀那個價格更高 通常也是很少在五百塊以下 最便宜啊 它也要簡單的 也要大概三百塊 三百多塊 因為它已經到了另外一個階層 這不是這種一般的叫刀具 它就是一個珠寶 它叫珠寶刀嘛 它就是刀上面香有珠寶 香有珠寶 好 那麼這支刀 這個九寸半 的綠松石珠寶刀 就結合到這裡 那謝謝你的收看